二级警戒严闯加上连日大雨 眼看七夕情人节就要到来 但花店老板却笑不出来 受到一起影响不仅声音掉了八成左右 连日大雨又让玫瑰结耕等情人节花财受到水伤 花矿不佳 业者说今年情人节花树玉地不比往年 不敢涨价太多 只能够要压苦城 花店老板忙着筛选挑出花矿不佳的玫瑰和火鹤 受疫情影响花店业绩锐减八成 连日大雨又让玫瑰结耕等情人节花财受到水伤 七夕即将到来 业者却笑不出来 情人节玫瑰就有受影响 然后再来就是太阳花受影响也很大 结耕花也是 因为那个都是会水伤的花 所以它价钱有点翻涨 翻了一成左右 可是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没有订单 所以它也不会涨得很高 所以也是希望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大家多多少少买一些花在家里自己欣赏 不然疫情对我们影响也是很大 对 今天玫瑰花蛮贵的 然后呢 我今天买的花是主要是要插 我们是日式教室 对 所以我就买了一些玫瑰花 然后有蝴蝶兰 比较粉纸色系的 然后我们要插一个比较浪漫的 有一种节庆感觉的 虽然店里预备了七夕的花财 但还是担心卖不出去 业者说今年前日节花束预定不比往年 餐厅还没完全开放 过节的人少 只能等当天的临时客上门相当无奈 销量都影响都很大 客人都是到最后一两天 才来在店里采买 可是这样子我们对花来 去市场需求 很难拿捏啊 买多就剩太多 买少就有时候就不够卖 产量也是受到天气的影响 台湾的玫瑰花最近也是产量很少 都有连日的大雨 那花农也势必是有受到影响 我们也希望呢 农业局可以帮助这些花农 可以让这个冷藏技术 可以帮助花农来保存这些花 不会让这些花农的花 血本无归 目前市场上玫瑰从一只5元 涨到12元 结梗一只10元 涨到20元 老板判不到情人节订单 只希望民众买点花回家 欣赏欣赏也好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